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 重金屬、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順色 健波能量活水氣、生命之源 健康之傳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各位收聽今集的自然療法語理 我是Carmen 又是我和袁醫生為你們主持今集的節目 袁醫生你好 好 Carmen 你好 大家好 今集我們會講一隻很特別的療劑 為何會講這隻療劑呢 這隻療劑叫阿聖立 全是因為我的私心 聽見袁醫生對上幾集提過這隻療劑 都幾次我自己本人 於是就想向袁醫生介紹一下 袁醫生你對這隻療劑 可不可以為大家簡述一下呢 在我們過去節目裡面 我們講在同類療法 我們都說同類療法人物質 好像水虎轉 一百零幾個 一百零百個好汗 但同類療法有千幾個 其實真真正正 在醫學字典上 即是美國政府 國會 允許的療劑 如何製造的過程 大概有千幾種 常用的是大概三百幾種 但三百幾種裡面 有些療劑 是我們的認識的資料 是很豐富的 即是我們直接了解 療劑的背後的人物性格方面 所以我們經常有機會講 即是人物質 就是療劑代表一個人的 一身的過程 以及人物性格如何 即使現代人很喜歡 了解人的心理狀態 即是Psychosomantic disease 你講得到很緊張 我們很喜歡 很喜歡在這方面探討 所以我過去都跟大家分享過幾個療劑 不是很多 其实大的疗劑也有十几二十个 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过Cocicum 我们上次还没说过小孩的性格 如何分类 还有最后我简单点提及 一个苛胜纳的疗劑 皮肤是怎样 你一听过之后 你会说好像是你 我说是吗 刚好我们过去没有机会说疗劑 因为我上网也不够查得到资料 这个资料Cocicum不是很普通的 所以你可能查不到也不奇怪 好了 先看看Cocicum Cocicum是怎样做出来的 Cocicum是和尿法鼻祖的哈尼曼医生 是他一手自己做出来的 那他怎样做呢 是他用一些石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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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灰 就是叫做苛胜纳 即是如果你接触这些这样的物质 你接触石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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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灰 有些个石灰的石灰的石灰的石灰 Integrixa灰的石灰就是吸 cuanto也回答 有些源遇到石灰的石灰和石灰的石灰厚的石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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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椰? 只要石灰这石灰的石灰的石灰的石灰吗? 是得有些西灰的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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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呢? 是那些石灰是会使用石灰的石灰么? 但是有一些こちら水灰的石灰的石灰的石灰的人 所以肯定不是一种纯的化合物质 Closecum亦是这一类的东西 用Lime Stone Steak Lime 里面 加入Protestium Sulfi Protestium Hydrate 将它用高温之下 烧到变成碳粉 好了,首先看看 我上次跟大家讲 Closecum的新闻仔 你会看到他们是很过度关注别人 人家有什么事呢? 他们就在身上帮助别人 他们亦是很过度敏感 过度敏感 好像是过度敏感 过度敏感 关注别人 什么都这样 总之,他们觉得那样很值得很同情 他们很想出尽办法去帮助他 在这方面跟轮型的新闻仔都很相似 轮型的新闻仔都是很敏感的小朋友 是 好了 那 那 那 轮和那个 可胜立的分别呢 就是可胜立的那种关怀呢 是在那个 有激�轮型的се感 那它是能感受到的 最说到他能准备到他 产生甚 tool 可能露得影哭 they stop 苛聖纳见到一些不好或不公义的东西 便会想法子去解决 并不是人家会同情得来 会哭 心不由己 苛聖纳是不过 mental 想办法去思考 去处理 苛聖纳的小孩的背景往往可能有很多暴力 可能家庭成长里面很多吵闹 杂骂 甚至打打斗斗 这很多时候苛聖纳的小孩的背景会是这样的 可能导致他成为这种型的生物 因为他成长在这种环境之后 他会看到很多人和人之间的问题 当然这些过渡关怀不止是人 动物 树木 他都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这些人很多时候对环保的意识很强 因为他们对这方面是很敏感的 但记住 都是 more intellectual 他会想 去思考 去寻找 去不断地寻找答案 他们想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甚至可能看到旁边有一个男人打他 打他老婆 或者在电视机上看到战争的场面 他都会问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那个男人会打这个女士呢 他会觉得很伤心 很悲哀 但因为他们是很有同情心的 通常呢 很多时候呢 是他自己也都经历一些创伤 一种 trauma 是吧 才将这个的关怀 过度关怀这种这样的性格呢 是显示出来的 就是他自己可能经历过这方面 或者觉得呢 那些人呢 是被别人不公平对待 在社会上啊 在宗教上啊 那他可能呢 他经历过一种痛苦 或者或者是suffering这类的事情 那所以呢 他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出现一个很强烈的正和负的感觉 就是什么是正确的 什么是错误的 就是right and wrong 他们是很早就已经有这种感受了 ok 所以他遇到这些情况之下呢 他觉得这个真的不应该是这样的 或者见到有个人呢 是虾霸一个人呢 他就会和老师说啊 那么就会会 他那些恶霸那边就问他 你不应该做这种事情的啊 这种这样的 他就会直接做一些行动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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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的 那在早年呢 早期呢 他就遇到这个情况呢 他就会出现这个关怀 这种关怀慢慢变为一种焦虑、担心、焦虑 或者他会担心,什么时候我父母又吵架 他常常在一个很焦虑、担忧的环境中长大 所以他们的家庭背景往往是有这种背景 形成这种性格 我曾经说,他不单对人、对事物、对动物 很多时候对环保方面都是这样的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环保分子、示威、革命者 很多时候都是这一类的人 当然他们是很完美主义、理想主义 对地球、对环境都是这样的 轮型的人都是这种情绪 很容易兴奋 所以我曾经说,宋文仔遇到一个环境 他的反应会很强烈 有时候要说,车好闲而已 不用那么激烈 不用那么什么 这些人往往是因为他们的 passion 是很强的 所以他往常说话的声音、态度 身体语言 好像很激烈那种性格 当然他们不断地去寻思 不断地去问问题 不断地去探索 因为他们会寻求事情应该是这样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所以他就不断有一种矛盾 是一种冲突的 这些人跟轮型的人有点不同 Corsicum的可圣纳的人通常是动作派的 即他不会看到就算了 他会采取行动去做些事情 他可能会组织起来 加入一些小组 总之是做一些行动 或者去示威之类之类 另外一个聊剂 我们叫做ignature 女宋果 女宋果都是很idealistic 都是很愉美主义的人 但他们通常会在脑内 是一种幻想美好的世界 应该如何 人应该很nice 结果他走出来 发现这个社会 不是他想象中的 可能很不开心 很frustrated 柯圣纳的人都会是这样的 但他遇到这个情况之后 他自己感到困惑 但是他就会做一些事情 即他会觉得 我要做一些事情去改变 做些事情才有用的 只是坐在那里没有用的 即坐在那里没有用的 轮型的人就很紧张 影响得很厉害 可能惊吓 哭 那那个女宋果 ignature的人 因为太过idealistic 发现这个世界不是这样 他们全部都很失望 即是很disappointed 可能depressed 但柯圣纳的人 发现这个世界 不是那么完美好的时候 他就会去企图找一下 为什么会有问题 他会如何去解决他 这就是三种不同的人的分别 还有一个事情 但是在柯圣纳的时候 遇到一些人的问题 他当然很有同情心 但他们就不会感受他们的痛楚 那么多 他只会想想想想办法去处理它 即是解决 和那个轮型就不是 轮型的 我们直接感受到对方的痛苦 他自己也很痛苦 那么Toxicum 就豈有钱 你为什么会这样 不应该这样 这个思考真的太多问题了 那怎么去搞正他 所以是more mental than emotional physical 虽然大家都很passionate 所以每一个疗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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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疗 所以这种疗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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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疗 但是这个科兴纳是否男士多些呢 不是一定 男女的机会都是均等的 Ignatia是女性多些 Corsikum是想多些 想做事 Ignatia有很多矛盾 失望和失望 两者之间是有点反应 Ignatia是很浪漫 很敏感 有很多幻想 Corsikum是脚踏实地的 虽然大家都是很友善 Corsikum也会不开心 有悲哀 Corsikum是怎样出现的呢 通常 Corsikum的人 是遇到一些阻滞 即是他自己想做的事 遇到一些阻滞 或者他的计划是不成功 做不到 他可能会有些悲哀的出现了 但他们会怎样做呢 他会立即重新来过 想办法 去另外一个途径 去搞定他 因为他永远都有希望 有很多梦想 他会做的 Corsikum是一个行动派 当然在行动过程里面 他可能处处碰到壁 遇到变体伦伤 都会有的 OK 好了 他们在人制的男女关系里面 很多时候都会出现这个情况 他有很多理想 爱 PASSION 但他可能发现了 他被别人欺骗了他 不是这样的 结果他认为这个关系 应该是很深层次的 但他发现 好像不是他想象中 可能感觉好像被人压 他说 这个真的是不公道 我这么多年来 对他这么好 然后另一个人出现了 然后就把他拔走了 所以很多时候 Corsikum就好像 对到头来很失落 因为遇到很多 遇到这样的挫折 好 好了 譬如有些 遇到一个学校有些问题 他就要一些人 去签名 签署 去PATITION 令到学校去改 他去了之后 去到上面的董事局 没有事情发生到 他们就出了很多 很多事情 但结果 很多时候 碰到挫折 之后 他就会越来越 困难 内心世界 越来越 冷耗 起来 很黑暗 很有热情 很有热情 很有敏感 很敏感 但不断碰到挫折 之后 慢慢慢慢地 他就会开始 就有 开始变得 冷耗一些 全部都是因为 热情 不断受到挫折 在我们这个地球里面 有几类的人 一类 我们叫做 羊背 白色的羊背 在一生里面 牢牢牢牢牢牢 去寻食 谋生 做一个纳粹人 不断被人割羊毛 被人牺牲了 这些人是反叛的 觉得地球有问题 社会有问题 他会做事 但也在过程中 受了很多灾难 很多苦 因为这个制度是这样 所以这些人 很多时候 都是遇到很多 不如意的情况 出现 当然 这些人 原则性很强 high principle 的人 有时候 交通警察给了一张 发票 原来 根本的问题 也不关他事 原来他发现 那个麦标坏了 发票是$25 但Corsica的人 是不可以的 一直跟他打到最高法院 用了几千元 他认为这是原则的问题 他认为这是原则的问题 所以他会做这些事情 所以Corsica的人 是充满活力的 动力是很高很高的 Corsica 常常要改变这个世界 还有一类的人 我叫Cali Carbonicum Protessium Carbonate Cali Carbonic的人 很喜欢维持原则 很多时候 他不喜欢rock the bow 最好不要变得最好 跟Corsica是很不同的 Cali Carbonicum Cali Carbonicum Cali Carbonicum 这个人我们还没说 是那个 炭酸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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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心肠硬起来,因为他看到很多不公义的情况 在电视上可以看到,例如大财团 如何剥削地球的人,我们银行家如何骗我们 他越来越遇到这样,最初他就为不公义而战 但发现做了很多事情,结果好像没有什么发生 开始慢慢地,他自己的内心世界开始硬化 我们的内心也是这样的,我和大家分享过 他也是很有同情心的人,在深世界很保密 他也会做些事情,但他做的手法可能是圆滑 在静静地去做,但Corsicum做的手法是很强硬的手段 很多革命家,很多不满的粉青,可能很多都是Corsic的 当然他们很容易受伤,受了情绪的损害 尤其是他当然,发现有些人是虐待人 或者不公平地对处理人 他就令到他很生气,很生气,很不愤 这个宋滑仔在成长过程之内,他的同情心,他的敏感度 是慢慢地,由小的地方慢慢地扩展 他可能看到狗仔被人虐待,或者学校里面有些不公义的东西 慢慢地发展到,他对整个地球所发生的东西都关他的事 他越来越觉得这个制度的问题,这个政府的问题 他们就立刻要去改变他的 可能他初初是改变一些小的地方 慢慢地,他所改变关怀的那样东西 其实层次就越来越广泛 当然,不断地受到这些挫折之下 他开始将这个问题向身体内移 开始变得很沉默,很内向,很避忌 我叫他逃走,他不出街 慢慢地越来越靠近 发展到这种情况之后 他身体就开始出现问题了 他身体出现什么问题多呢? 第一,就是那个神经系统 就是Nervous System的出现问题 他的神经系统越来越脆弱了 因为这种外来的精神压力 令到他的神经系统越脆弱 很多时候,Cosicum在临床上应用的病例 很多时候都是跟神经系统有关的 第二个地方 就是他的关节方面 他越来越压力 在身体系统越来越硬 他的颈部可能觉得很硬 很紧 脚也觉得很软弱 没什么力量 你也看到,慢慢地的神经系统 慢慢地是迟钝下来的 因为他身体的能量 不断地被消耗了 慢慢地,开始有很多恐惧的问题 很多焦虑的问题 都是由他本身的性格开始 可以看到伊拉克,伊朗,伊朗,中东 很多世界性的大问题 都慢慢地影响到他 我曾经所说 最近遇到银行界的金融风暴 Cosicum对这方面很敏感 他身体就会出现神经系统的问题 以及关节越来越僵硬 神经方面可能有一种麻痹 痛症一路一路出现 所以在我们的治疗方面 Cosicum很多时候 我们会用一些分离颈的问题 或者我们叫碗管症后裙 碗管症后裙 通常手腕的筋膜开始硬化 开始压到神经线 手指就开始觉得麻痹很紧 越来越僵硬 越来越僵硬 这些可以看到他们的问题 如果只有小腿后面的肌肉很紧 算不算? Cosicum有一个很有趣的症状 神经系统破坏的时候 它会挫坏的地方 是一个很局部的地方 譬如某一个神经线是瘫痪了 有时它的手腕突然没有力 一边是一个很局部的地方 或者脚在某个地方没有力 但是这些地方 是那些筋开始缩 开始慢慢变成硬结 我英文叫做induration 那些筋骨会慢慢硬化 慢慢地缩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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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 那么它的神经系统开始出现问题 就开始有些震 有些手手震震 或者有些这样的treeching 就是眼眉调 或者这种震荡出现的 所以呢 它们的阵营 往往是出现这个方面 神经系统 肌肉方面的了 OK 好明白 但是呢 我们先说到这里为止 因为时间差不多 那下一节回来再谈过啦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環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自然疗法与你这个节目 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赞助 大家好 又回来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刚才足足听了二十多分钟 越听越觉得好像经常被人偷窥 越说越似 袁医生还有什么可以继续分享呢 好了 我们刚才所说 因为他的人物性格 慢慢导致他的身体出现病症 病状 通常与神经系统有关 Corsicum 的人很怕干冻风 他不怕湿、不怕热 但他怕干爽的冻 有时听过 有些人被风吹了之后 面瘪了 哈哈哈哈 这个就是 幸好未试过 我叫Bell's palsy Bell's palsy 其实面是吹歪了 在我们的民间坊间常常说 在医学上有时觉得 有没有可能 这个不关事 怎会有这些病症出现呢 这叫贝尔士 贝尔士麻痹 面部麻痹 在我们的同学疗法 是很肯定的 是这样发生的 因为Corsicum的人 就是很怕冻风 肝冻风 咦 我有这个病的免疫系统问题 那就是他有一种弱点 就是他这个弱点来的 那就是他会出现这个 这个贝尔士的麻痹 就是面部麻痹 面部痰 有时都说 有些人说 我被冻风吹了之后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在临床上 我就会用这个疗剂 OK 那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时候 就是在那个 科胜纳的阵营里面 在临床上 他很多时候的问题 就是他的麻痹 或者痰痪 是一个很单一的小组肌肉 那就是面部突然 一个小组肌肉麻痹 就痰痪了出来 那我有一种叫多发性硬化症 Multiple Sclerosis 亦都很多时候 会看到这种这样的问题 譬如 那个面部 或者眼眉 慢慢垂下来 没有力量 那这个都是 科胜纳的 男床上应用的东西 那好了 那在性方面 科胜纳的 都可能是性冷感 或者性方面 是出现问题的 因为他可能是觉得 很 就是很 困难了 还有 他可能会随便 那当他遇到一些 男女的关系里面 可能遇到一些很不好的关系 那他在性方面 开始就会出现问题了 或者不喜欢有性方面的东西 或者在性方面 是出现问题的 那从有一个地方 容易出现呢 就是那个 你曾经说 那个大腿小腿肌肉 那 Corsicum 很多时候都会有这个情况 就是 那只腿部的肌肉抽筋 肌肉抽筋 记忆力差 还有他关节 通常是小关节 手指关节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 有些人 我关节炎 但是出现在手指那方面 那我们会想起 可能Corsicum 这个症状 和白金顺病 OK MS 白金顺病 都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症状 就是我们叫做 Restless Leg Syndrome 那只脚是不能停下来的 要不断地动下 动下 很惨的 有些人就整晚睡不到 因为睡觉的时候 那只脚是不断地抽动 抽动 抽动 而且他有时候看到 那种痛 好像那些电 那种电的感觉 那种速电 那种痛的感觉 那种的 夜晚的痛症 那个 我们叫做 足部 就是Restless Leg Syndrome 这种症状 是很适合 Corsicum 这个尿剂的 那有一种情况 就是油那方面 如果发现有些人 油生在鼻尖 眼盖 面部 手指 或者脚底 就算是平面的 圆的也好 往Corsicum 也是适合这个尿剂的 OK 好了 小朋友方面 有时尿床 有时尿剂 可能尿剂 没有办法控制 因为我跟他说 Corsicum 是和神经系统有关的 和控制神经有关的 所以很多时候 有时尿剂的尿剂 我们都会看看 他是否可性炎的小朋友 要不然 我们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有时可能 自己是漏尿都不知道 OK 当然 发羊钓 也是一个Corsicum 治疗范围的疗剂 很多时候 他们的发羊钓 可能因为受精 或者头部受过创伤 这种发羊钓的问题 如果知道起因 这种疗范围的疗剂 是比较容易治疗很多 有时有些小孩 就是发羊钓 因为有头皮有闲戒 然后用药膏去按了之后 然后他就出现 神经系统受伤 出现了这种发羊钓 除了Corsicum 新的疗剂 和TB的疗剂 都可以适合用 好了 还有就是分离颈 分离颈 是一个常用的 就是在Corsicum 是经常用在分离颈的 尤其是右边 右边的方面 抬起来之后 这个就是一个Corsicum 的阵型 加上有些人 眼黏碎了 曾经说面部麻痹 也会出现这个症状 好了 还有一样东西 Corsicum 很多时候 因为跟神经系统有关 它是神经方面失控 所以它会失禁 是不是会赖尿 那还有一样东西 它可能是口吃的 因为它控制 那个语言方面有些问题 所以Corsicum 很多时候 都会允许一些小孩 出现口吃这方面的问题 在年纪大的时候 你发现有时候 有些人就说 他吞东西吞不了 有些人吞到气管那方面 或者吞到食道那方面 就是不落格这种感觉 那也是我们身体的 小肌肉的神经系统 控制出现问题 那这个也是一个Corsicum 经常用的 那刚才所说的 这些病案例 在我过去几十年的行医经验 我都用过很多 是Corsicum 是一个经常用得着的疗剂 尤其是很多时候 那些人唱歌 唱得歌 时沙声了 或者没有声音 或者有人冻了 冻了 冻了之后 进了冻风 进了喉咙 令到它失声 那这个也是Corsicum 可以考虑的 那也有些人 就是常常都觉得 那个嘴很干 经常要不断吞口水 那这种情况 那些人 也是跟神经系统那种感觉有关的 那也都在Corsicum 很多时候 出现一些干咳的问题 那Corsicum的咳的阵营 我以前和大家探讨 用咳的疗剂 在那里都有讲咳 Corsicum那种咳 又干得来 是一种我叫Hacking 就是很深的咳 那它经常 有些东西黏住在喉咙 那里 它经常想咳它出来 咳松它 但是咳了之后 松了之后 那种痰的感觉又回来了 这种这样的咳 很多时候是Corsicum的咳 就是我们会用Corsicum 这个尿剂 好 那咳 那咳 Corsicum的咳 其实跟很多类型的咳 不同 我以前和大家分享过 三十几四十几种的疗剂 是 所以咳那方面 其实就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 但是在配疗剂那方面 其实都不是那么容易 譬如 Bione的咳 通常是很干 咳到很深 而且会很干 干到痛 咳到人痛 或者心 腊骨痛 这种咳 这种咳 Lumax的咳 就好像有些东西 是鸟一下 他忍着忍着忍着,忍到最后就漏了 这个情况,尤其是年轻的女士会出现这个情况 有时候我们发现,有些妈妈生了小孩之后 她出现了之后,就会漏尿 即是不小心咳得很厉害的时候,就会漏尿 这种都是跟我们的神经系统控制我们的小肌肉有关 所以,如果因为忍尿,忍到过度而濕压,我们也会考虑Cocicum 这个尿剂 Cocicum 另外一个地方是用在那些灼箱 Cocicum 的灼箱是哪一类灼箱多呢? 是那种被化学物质烧伤的那种 即不是火烧伤,是被化学物质烧伤的那种 例如抢水烧伤,这类灼箱的那类灼箱 本身的火烧伤本身都是有烧伤的,有护褥成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同类伤致,以读公读 它本身可以烧伤你的那种灼箱的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就好像很烫,很烧伤的那种感觉 所以当我们遇到化学物质烧伤,我就会考虑用这种火烧伤 火烧伤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疼痛的那种感觉 很疏,很烧,烧的那种感觉 就是那些皮,好像刚刚损了之后 那些新皮出现的时候,那种这样的痛 很多时候都会出现的,可能咳嗽也是的 喉咙那种很疏,很烧,很粗的那种痛 还有小便的时候都是的,很急尿得来 也有这种痛 好了,我有时候在同类疗法人物质 有时候我们觉得每个人,即不同型的人 都有不同型的那种外表的,OK 那Corsicum型的人,通常就比较怕冻一点 通常是黑发的人,以及它的筋骨组织 皮肤是比较硬的,即是很硬的,很僵硬的 还有皮肤是比较幼嫩的,而且年轻的时候 可能会有这种类型的多 或者有些人是皮肤较黑一点的人 加上身体的纤维组织方面是比较僵硬的 或者是老人间,老人间年纪大的时候 你都知道,慢慢的人是姜硬硬化的 那这个也是Corsicum型的人 很容易会看到出来的 所以呢,Corsicum的痛症好像刺伤了 身皮刺伤了,有一种灼烈的感觉 有一种症状,因为跟神经系统有关 有一种病,我们叫做Braychial Neurologia 是鼻崇神经痛,即是我们的上臂 那条神经线走下来,去沿着我们的颈部 我们的肩膊,落到我们的手上 一种神经线的痛,加上我们的颈部肌肉 又紧又无力,这种症状 我们就会考虑到用这个神经痛 Corsicum这个疗剂 那我刚才说,那个面部麻痹 Bell's palsy 那也有一种是面部神经痛 即是它未必麻痹,眼睛很痛,很灼烈 那这个也是Corsicum 尤其是如果它稍微发生在右边 那那个机会更大 但左右Corsicum是倾向右边的问题 但如果是坐骨神经痛 Corsicum的症状会倾向左边 那种麻麻沐木、 针刺感、轻轻等成像神经扇的痛 是暗 educ的回复 暗温也怕冰风,尤其是 орг阳的天气 冬天的时候,吹都是会有这一条问题 其他柄是子轶一定的 出汗后,风吹了,很多时候会出现扁头痛 Silica那种怕风,通常会在后尾枕颈后面 Corsicum那种风吹了之后,会出现扁头痛 会令它咳嗽,可能会中意发炎,或者面部麻痹 这种状态是Corsicum那种症状 Silica那种症状态,出去兜风,回到家后 是一个很晴朗,一个很干爽晴朗的天,但稍微有风 Silica那种症状态,痛得呱呱叫 这种中意然是Corsicum那种症状态 这种症状态,碗管症后裙,手腕方面 还有很多时候是关节,有一种叫做Dupertress Contracture 是一种连缩,手指通常是第四个手指 手掌的根慢慢收缩起来,使手指向前弯 这种症状态,像鹰爪一样,这种症状态 这种症状态叫做Dupertress Contracture 是我们手指的根开始干缩起来,这种症状态 这种症状态是Corsicum的症状态 我遇到这种症状态,通常我配疗疗剂 还有时候有些人有种手指和蛋指 因为我刚才所说,Corsicum的无胃和病胃 很多时候是跟手指比较多 有些人的根缩起来,就出现蛋指 咕噜一声,咕噜一声就知道蛋指 屈了之后,就打不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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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代表它的根膜开始收缩了 这种症状,也是Corsicum的症状 Corsicum的症状态,会有灼伸、麻痹的感觉 刺感、针刺感和收缩 其实有很多其他疗疗剂都有这类症状 就是根膜收缩 你刚才所问,腿部的小腿 或者觉得好像抽缩起来 有一个疗疗剂叫做Cmax Cmax是backback,即是那些木室 床的木室 很有趣 很有趣 试过有些人,小时候 他说这是真实的案例 小时候,他就去坐那些电车 以前香港的电车 其实有些木椅子 他记得有一次,小时候坐电车 被木室咬过 我也试过,不过被竹椅里面有 竹椅里面有 是的,咬过后 他就觉得腿部的肌肉 是拔得很确实的 维持了十几二十年 几十年都没有好过 好了,这个案例 当时我遇到一个案例 我看到这个案例 一看,这个是backback case 他自己说得出 我说怎样开始 他记得小时候 坐电车 被木室咬过 就出现了症状 我就给了疗剂 就吃了木室 几周之后 几十年,他的病就好了 哇 立即清解了 好了 有时我们遇到一些伤痕 有时身体受伤之后 有些伤痕 有些旧的伤痕 有一个疗剂叫phiocyanimum 是potentized mustard seed 那些芥末那些子 亦都可以溶化 比如有些人 开刀之后 其实身体有些疗剂 导致有不适的症状 或者手术之后的疗剂 导致肌肉或身体的地方 慢慢收缩起来 这个情况之后 我们就可能用 Mustle seed Phiocyanimum 如果它又痛又成 就是Cocicum 又抽痛又成 那些症状 就是我们其中会用的 OK 通常在这些情况之下 我们都会考虑 用Cocicum 我曾经所说 我过去经验 通常用在身体的病状 多于性格方面 革命家 我很少革命家找我看病 所以没有机会 在那一个层次 用Cocicum 来医他们 OK 除了大革命家之外 生活上不多 平时找你看病的 这种疗剂是否常用呢 技术都挺常用的 我曾经所说的 例如 鸟医疗 骂肌 和测诈 塞缸 割夜疗 手指 碗管症候裙 和担指 通常用Cocicum 效果非常好 这是主要的疗剂 它也是創傷方面 情绪創傷 我叫做grief、抑鬱 Corsicum的抑鬱是被欺騙了 或者感情被欺騙了 或者他打過離婚官司 覺得很不憤 可能被對方刮了一大筆錢 因為他覺得是公義之戰 這是很不公義的 很多時候他覺得是受到不公義的痛苦 這種人就會出現病狀 這是Corsicum的抑鬱 悲哀往往是因為遭遇到不公義的經歷 對待會出現問題 嚴刑 之前我們不是說嚴刑 我上次說嚴刑 著重於臨床上的病多於性格 因為我以前也說過 嚴刑的人都是內向、保守、含蓄 外交手方面是比較厲害的 不像Corsicum Corsicum是比較尖穿黑薄 好像一種腐蝕性的物質 所以性格有時候 你遇到他都發現他很極端 這種感覺 所以在同學療法裏面 我們很多時候要每一個療劑 要小心辨別 這是我們做醫生要做到這件事 還有一個應用在柯聖立 我們叫做night watching 有些護士或家人 有人病 他整晚不睡 要服侍他們 這種情況之下 很多時候會令自己身體壞了 我們便會考慮用Corsicum 這個療劑 當然還有一種是Coculus Coculus 是比較常用的 但Corsicum 都是其中一個 我們經常考慮會用的療劑 即是遇到這些情況 即是因為療劑而… 因為照顧愛人而療劑 即是父母也好 甚至兒子也好 或者老公老婆也好 即是OT的療劑就不是的 是照顧… 是的 通常是愛心 即是與關注關懷很大關係 這個機會就會大一點 但工作方面 可能缺少了關懷的元素 所以未必會是這樣的 所以療劑也要分析 如何療劑呢 那麼仔細 有些可能是Jet Lag 可能因為時差問題 時差飞機 我通常會考慮用Gelsimium Gelsimium Gelsimium通常因為時差 令人嘔嘔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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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 Gelsimium有時差 令人嘔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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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 因為情緒方面 都是因為過度的關注 過度的同情 會出現這種情況 所以你看到 在同學療法裡 很多時候 我們都要辨證得很好 不同的情況出現的問題 要看那個因由在哪裡 但當然有時候 我們會有不同的療劑 都要考慮得到 每個療劑的關係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在廚房裡 未必一個療劑可以做得到 可能初初用某個療劑 例如Safasagria 那個飛燕草 飛燕草用到差不多 飛燕草有很多這樣的憤怒 那種Bitterness 對地球的那些 好像被人欺負 這些都有的 但到這時候 可能由Safasagria 飛燕草 慢慢地去到Cocicum 飛燕草這個療劑 我們叫做Cinderella syndrome 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要討好別人 很喜歡的 帶給人欺負 被後母虐待 這叫做Cinderella syndrome Cephasagria 飛燕草 Cephasagria 飛燕草 很多時候 我會用一些 我會叫做Honeymoon Sucytis 因為蜜月期的療導炎 但這個人物性格的療劑 其實隨著一生人 會否轉變呢? 某個程度上 他會慢慢去適應 但他完全變成沒有 基本的弱點都在 當然有健康的表現方法 但他的傾向的弱點在那裡 明白 例如Cocicum 很怕冬風 乾冬風吹 不是怕濕的風吹 在尾期 身體沒有那麼健康的時候 會出現很多恐懼 將來有些事情會發生很害怕的 我會叫做forboding fear 經常會承認著 有些不好的事情會出現 這種憂慮 這種感覺 Coying的人很多 Coying的小孩 或者Coying的媽媽 經常怕小孩會有些不測的事情 發生在小孩身上 即無緣無故的 即是它是一種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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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不同程度的背景之下 會出現的 喉嚨那裡 曾經提及過 很多時候喉嚨 出現 失聲 或者小孩說話方面 就是有吞吞吐套 或者有 我會叫做什麼 口吃 這種問題 我們也會考慮到 小孩都可以用這個療劑 如果你說 失聲 為什麼失聲 我被風吹了之後 我就會失聲 什麼風 冷氣的光風 你就會立即想到 就是 那個 阿聖吶 這個療劑 當然 這種症狀 慢慢地 一路演變下來的時候 它越來越差的時候 它開始 就有精神的問題 以及情緒 我會叫做 mental confusion 即是 神之不清 也有很多膀胱的問題 經常的療療是濕禁 有時候老人家也好 婦女也好 都會考慮到 阿聖吶 所以說 阿聖吶 在我的臨床上 我都用得很多 但是 我很少發現 我是需要考慮對 它的人物性格 有時候我不會看它是否一個革命家 一醫它的時候 總之它離身 面部麻痺了之後 我就會看起因 如果它覺得是和催疹有關 和針刺的感覺 我就考慮用Cocicum 當然 療劑方面 每一種病 都有很多療劑 都可以適當地採用得到 好了 就很詳細和你分享過了 你覺得自己是不是Cocicum 都在性格上幾乎全中 但是身體的病狀幾乎都沒有 完全沒有 而且我的筋骨是超柔軟的 很柔軟的 不是很硬的 可能時間 年輕的時候 可能沒那麼容易 但可能將來的弱點 你的筋骨會開始硬化 我也不排除 因為我有做瑜伽 可能這個方法令你保持得柔軟 我經常拉筋 你做這個原因 是否覺得自己平時的筋骨也不太柔軟呢 所以你做呢 不是 我很怕劇烈運動一身汗 又不喜歡吹風那些 不喜歡吹風那些 所以找一種有益身心 而又可以時時在室內都做到的 OK 這個也是 好吧 或者你暫時還未遇到任何 我們曾經所說的 有眼眉調 我經常眼眉調 經常眼眉調 OK 始終有些性格方面 可以中和一點 不是一定要改善你的性格 未必改善的 性格生出來的 不是一個不好的事情 如果世界上沒有Corsicum的原因的人 那麼很多改革革命家都不會出現 但是過份關注這些 是自己都知道的 是 不過年紀大些 就會懂得想一下 如何修正一下 就是將那個幅度 調節一下 因為太過度也不好 是 可以傷感 為別人的事情 是的 如果遇到挫折 你會覺得很多時候會令到 越來越多不開心的事情 對不對 是的 那好吧 今集 袁醫生都為我們分享了很多 多謝各位聽眾收聽 如果大家有什麼意見要提出 或者發表的 歡迎去我們袁網台的討論區 留言 那好吧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你袁醫生 那好吧 各位再見 好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 H EALING.COM.HK